哈囉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 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喔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大家好 我是寗官 歡迎我們忠實觀眾跟粉絲 掃描QR Code 訂閱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看昨天國慶 蔡英文總統強調四個堅持 而且堅持主權不容侵犯跟併吞 同時強調維持現狀互不隸屬 互不隸屬引來了國台辦 跟環球時報的反彈 照環球時報的說法是說 四個堅持的態度是空前的囂張 而同一時間 10月9號 在紀念辛亥革命的舞台上面 習近平痛批台獨 而且他說分裂國家 從來沒有好下場 好這一個兩岸之間的關係 現在走到互不隸屬的階段 照紐約時報的分析 美中因為台灣而進入戰爭危險新階段 恐怕是未來國際局勢當中 非常重要的火藥庫跟導火線 同一時間五角大廈披露了 這個23名美軍永久駐台之後 經濟學人再有一個新一層的追蹤報道 經濟學人強調的是 美軍駐台事實上不是秘密 但是曝光的時間點才是一個關鍵的重點 事實上今天還傳出來 美軍的部署高超音速飛彈暗音 在關島可以直接擊殺犯台的共軍 好美中關係全面惡化的同時 另外一個影響全球你我生活的關鍵變數 是全球的能源價格高漲跟能源危機 事實上上個禮拜五 國際油價直接突破80美元的整數關卡 天然氣再度大漲 而全球的能源跟電價的壓力持續擴大 那在中國的部分 李克強直接拍板定案 電價先漲20% 在說事實上 在台灣中油 明天起的這個相關的95的無鉛汽油的報價也要跟著上漲 而在中國的部分 這一回合的動力煤價格的飆漲 使得今年冬天的能源價格成本通膨物價的穩定 乃至於供應鏈的穩定都會變成全球經濟的核心變數 而這背後會帶來什麼樣的你我生活上的這一個影響 我們待會要好好聊聊 好 今天現在要請到六位特別愛賓 第一個好朋友黃鵬夏大哥 大家好 再來是陳專家朱月忠 大家好 再來是台北市議員梁傑 大家好 再來是文傑 大家好 再來是黃世忠 大家好 再來是黃仲夏 大家好 好 昨天的這個蔡英文總統國慶的演說跟談話 這一個同時引發了統獨雙方的不滿 獨派認為他不斷的提七二年那壓根是滑毒 但是統派認為這根本就是變相的兩國論 好 創下剛看到的是蔡英文國慶日的重要談話 他講的是四個堅持中國台灣互不隸屬 是的 其實這一次的國慶日大概是這七十幾年以內 兩岸定位最明確清晰的一次講話 習近平講的是三十年來辛亥革命中國共產黨講的最強硬的講話 而面對這個最強硬的講話 蔡英文也特別的講出了四個堅持 把台灣和中國的關係最堅定最明確的一個界定 而這個界定裡面當然第一個就是堅持自由民主的憲政體制 但是最關鍵的就是第二項堅持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這是第一次在這樣一個重大的一個國際性的講話裡面 特別講出來你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是中華民國 而且雙方互不隸屬 在這個過程這四個堅持裡面 蔡英文總共講了五次七十二年來 也就是說蔡英文很明確的界定是說 在一九四九年中華民族立足台灣以來已經七十二年 他講了五次七十二年 然後講了四次直指中國 講了六次中華民國 三次中華民國台灣 四十七次台灣 這裡面其實就非常清晰的去界定說 他心目中對於台灣和中國的關係是怎麼一個明確關係 而且這本講稿傳出來是蔡英文親自領的一個查稿 親自領的一個出稿 不是幕僚簡的 顯然蔡英文針對現在的局勢 他要做一個明確的對象 這裡面很明確的是什麼呢 當然台獨的人會認為說 怎麼會從七十二年來中華民國台灣 所以台獨認為說 你是不是還是承認了中華民國 有華獨 但是統派當然更受不了了 因為統派會覺得說 你怎麼會只有這七十二年呢 應該是一百一十年 所以統獨在爭 可是你回到蔡英文的一個邏輯 脈絡裡面 非常親疏的就是 過去的時候 他其實在界定的就是中華民國二點零 已經明確的是七十二年 這樣一個中華民國二點零 從一九四九以來呢 你中國大陸從來沒有在台灣裡面 你統治過台灣 你過去沒有 現在沒有 將來也不會有 除非你要尊重兩千三百萬全力台灣人意志 然後常常他這樣講出來之後 更嚴重的就是 中共都跳腳了 習近平是在這三次裡面 每一十年辛亥革命 中國都會講話 上次的時候 江澤民講的是 雙方合作 開放大三通 胡錦濤的時候是講的是 雙方想辦法溝通 化解歷史傷痕 但是習近平非常重的就是 台獨沒有好家長 沒有統一就是災壞 所以習近平講的是最兇的意思 可是蔡英文也明確的跟他回了 那回來以後呢 面對蔡英文這個狀況 所以呢 國台辦馬曉光馬上會跳出來說 台灣的前途還是要由全體中國人民來共同決定 痛批蔡英文 而環時講的話就是 你蔡英文根本就是當年陳水扁一邊一國的翻版 然後甚至他們的學者 沙門大學講說 這個就是兩國論的一個重新的具體落實 非常的嚴重 可是你回去看這整個互相對的時候 蔡英文其實當年的時候 李登輝跟德國之神講出了特殊的國與國關係 然後講到了就是兩國論的雛行的時候 那個時候蔡英文有參與 可是經過二十幾年之後 經過現在的局勢 蔡英文更明確的兩邊已經還不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了 而且互不隸屬就明確的就是你是你 我是我 七十二年以來 雙方就是兩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這個其實比李登輝那個時候還保留模糊空間 是更明確的 然後另外一個他也非常明確的展現的是一個 絕不容屬 你去侵犯我們 併吞我們的這樣的決心 所以呢 大家就像趙春山裡面去講話 蔡英文的立場是非常清楚 互不隸屬 維持現狀 這現狀就是互不隸屬 而習近平反而會變成是反獨觸統 但是是習近平想要改變現狀 而這個其實你要回到國際上的一個反應 國際上來看的時候 當時李登輝講出了特殊國與國關係 美國是覺得說 你在這方面造成很大的麻煩 然後陳水扁後來的時候 講出了一邊一國 美國也覺得你台灣造成我的一個麻煩 可是現在整個局勢改變了 美國對於蔡英文這種講話 美國並沒有表達不同意 反而是習近平這麼強硬的 台獨沒有好下場 外國勢力不能干預 顯然美國的態度會更強硬 好 彭夏大哥 你怎麼觀察互不隸屬 這四個字 是的 所謂的互不隸屬 就是各自獨立 那就一邊一國 就是一邊一國 一中一台 也不完全一中一台 而是這個 你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們是中華民國 對不對 他所敘述的是一個現實 也是一個歷史的事實 為什麼呢 講到說這個辛亥革命一百一十週年 對不對 習近平講五四三 講了半天 就不提辛亥革命的成果 不就是建立了中華民國嗎 結果你不講中華民國 你光講辛亥革命 你什麼意思啊 對不對 那麼今天辛亥革命 你不管是從1911年到現在的2021年 或者說是從1949年到現在的2021年 中華民國一直都存在著 雖然我們的版圖 我們的疆域 我們的有效的所謂的管轄範圍 產生了很多變化 而且這個變化 從1911年以來 就不斷地在變 第二個 你說73年 72年 有什麼不對呢 我跟各位講 其實中華民國亡國好幾次 對不對 你看 1916年 袁世凱宣佈成立什麼 中華帝國 那不就代表中華民國亡了嗎 對不對 所以你建立四年就亡了嗎 然後到了台灣以後 蔣介石正式地宣佈 中華民國滅亡了 對不對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們從台灣開始 是不是一個重新的開始 所以不管怎麼講 總而言之 今天的中華民國 曾經是聯合國的五常之一 對不對 所以當初聯合國這個決議裡面 所驅逐的是蔣介石的集團 他沒有驅逐台灣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問題就在於說 今天你不接受這樣的事實 但是事實就是事實 事實就在那裡存在著 就像當初 蔣介石不接受漢賊這個共利 漢賊不兩立 漢賊不兩立 不接受你中華人民共和國 但是他不接受你中華人民共和國 也沒完蛋啊 也一樣取代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地位 所以同樣的道理 今天不是誰接受誰的問題 而是事實是什麼 事實就是中華民國的存在 今天蔡英文作為中華民國的總統 當然她是很明確地要宣告 中華民國就是存在 就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嘛 不然你要怎麼樣 對不對 所以今天高興也好 不高興也好 最讓習近平讓中共不高興的是 國際形勢大變化 現在不是說蔡英文在主張啊 很多國家都同樣的主張 對不對 一個中國是 對 沒錯 你中華人民共和國 但是台灣是另外一回事 那就一邊一國兩國吧 對啊 本來就是一邊一國嘛 何必在那邊 你不接受你也得接受 而且我跟各位講 但是台灣國不認中華民國 是啊 所以這個就是往內部的問題 所以蔡英文的談話了 統治兩派基本上都不爽 所以說這個蔡英文他從一開始 你看 罵他賣罪凶的 是什麼 獨派的 對不對 所以老共說他是台獨 多冤枉啊 對不對 在獨派眼裡 蔡英文不配當台獨啦 對不對 那麼在老共眼裡面 蔡英文就是這個台獨的首惡嘛 對不對 所以怎麼會這樣子呢 兩面不是人 但是話說回來 不管是人不是人 最重要的是 他就是中華民國總統 他就是我們台灣兩千三百萬人 所選出來的總統 這就是什麼 辛亥革命最大的不同在哪裡 辛亥革命最大的不同 過去改朝換代 都是為了要爭皇帝 所以毛澤東講 他說辛亥革命以後 沒有人能夠再當皇帝了 這就是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 所以習近平前天在那邊講了五四三 講了半天 他為什麼不按照毛澤東講的呢 因為毛澤東是經過辛亥革命的人 毛澤東是親自聽過孫中山演講三民主義的人 毛澤東講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 坦白講 的確是這樣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帝制 對不對 從那以後沒有人敢當皇帝 做不成皇帝 但是呢 不斷有人想做皇帝 包括毛澤東在內 包括蔣介石在內 他們都是要搞終身子 現在有一個習皇帝也想搞終身子 所以他為什麼不敢提毛澤東的 這個對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呢 因為如果他這樣提的話 習皇帝的皇帝夢可能在明年就要破碎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昨天國慶日 蔡文總統的主要四個堅持 互不隸屬 維持現狀的談話 引來了國台辦跟環球時報的批評 而在國慶之前10月9號 習近平也有公開談話 自從剛剛看到的是習近平反台獨 並且堅持統一的公開談話 沒錯 這個主要是因為這個 中國大會在進行所謂紀念辛亥革命 110週年的這個大會 這次出席的除了習近平之外 還有這個在內的這個七個常委 連國家副主席王岐山都出席了 當然他講話的時候呢 他因為中華 畢竟辛亥革命的這個 算是這個孫中山在進行的 所以他一開始就講了孫中山說過 統一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希望 能夠統一全國人民便能享福這句話 然後他就說呢 這個就像孫中山所說的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 順之者昌 逆之者亡 他意思當然就是說 統一的這個大浪 另外一個有統一的方式來講的話 他講的就是所謂堅持和平統一 然後這個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 還有一個中國的原則還有九二共識 這樣一個狀況 然後他同時說到就是 任何人都不能夠干預這個中國 不能夠干預台灣問題 那不要低估中國人民捍衛祖國 這個主權還有領土完整的決心 這樣一個狀況 另外一個他當然批評了這個 台獨的這個勢力 包括他說台獨分裂是 祖國統一的最大障礙 是民族復興的最大隱患 凡是豎典忘祖背叛祖國的 從來沒有好下場 這樣一句話 其實他講的大部分來說的話 是沒有不脫過去 中共的一貫的這個主張 只是說他這一次來說的話 又特別批評了這個台獨 那除了這個他們高調的 在慶祝辛亥革命 110週年之外 當然軍事行動方面來說 也並沒有減緩 除了這個10月初以來的 不斷的在我們的ADIZ 這樣子的一直在晃來晃去 甚至有曾經出過 出現過一天 高達56次的這個紀錄之外 他在10月10號的時候 一共有非常多架次 包括兩架次的這個殲16 然後一架次的運8 還有三架次的這個 一共三架次的 侵襲我們的ADIZ的 這樣一個狀況 事實上這個中國大陸 一直對我們的所謂的文攻武嚇 其實還是持續在進行之中 好那當然 因為習近平這一次的講話 是新來革命110週年的這個講話 國際媒體也都報導了 他的這個說法 包括說像BBC還有衛報等等的 點閱率都還不錯 那當然這會引起國際的 怎麼去反映他這個事實 那這個第一個跳出來反映的是 美國前國務卿的龐佩奧 他特別發推文說 美國需要明確的表達 不會接受習近平的所謂的 統一台灣 而且他還說呢 針對這個拜登政府最近對所謂的 共機來擾台的這個狀況 他覺得呢 做的不夠強硬 他說針對台灣問題來說的話 美國需要不是簡簡單單的一句話 要明確的表示 美國不會接受習近平所謂的 統一台灣的這個說法 同時呢 他說不是只有美國要這樣做 他說美國有很多夥伴跟朋友 包括說日本啊 韓國澳洲這些國家都可以做很多 所以他說美國必須要為台灣做更多 這是龐佩奧的主張 那當然除了龐佩奧的主張之外 因為我們到上個禮拜的時候 其實 美國華爾街日報曾經有披露過 這個美國兩個這個特種部隊 一共24個人在台灣 訓練台軍的這個相關的這個事情 那於是呢 現在美國政界已經在討論 所謂的戰略模糊的這個觀點 因為過去一段時間就是戰略模糊 或許現在越來越多人就說呢 要說得更明白 就是說 就是說如果你一旦做飯台的時候 會有什麼樣的動作 很多國會議員說 這樣就會有所謂的鎮靜的效果 就是阻止你就不會這樣做 那這主要的說法呢 是這個共和黨的這個相關的這個 蒂利斯他的參議員 他說呢 他在參加一個防務會議的時候 他就說 如果華盛頓必須要明確的說出 北京如果採取統一 武力統一台灣的時候呢 我們會對這個面臨的這個後果 甚至美國所做的主張 他認為這樣會有一種所謂的鎮靜的效果 另外一個還有人主張說 除了這個所謂的軍事的這個政賀之外 經濟的威責也是一種手段 所以他就說呢 未來要採取更多的這個制裁措施 來針對中國的這個抑制的作用 另外一個還有非常多人就說提到 因為最近有人問很多國會議員說 那這個我們去美軍去授訓的時候呢 那未來怎麼跟台灣加強 事實上美國國會議員都表示說 因為他們上個月剛通過所謂的 2022年的這個財政的這個國防授權法 他說其實呢 包括說已經明文已經規定了 五角大廈要加強跟這個國民衛隊 跟我們台灣的合作 另外加強美台的軍事合作 還有邀請台灣參加明年度的這個 環太平洋的多國演習 所以說事實上來說的話 美國國會一直在進行這件事 所以未來一段時間的話 台美的軍事交流應該會更加緊密 好我請教文學議員 你怎麼觀察昨天國慶 蔡英文總統的公開談話 我覺得蔡總統是兩個方面 一方面就是說 他是因應目前的局勢 也就是說他在過去幾年的談話之中 曾經都有講到說 這個兩岸要好好談 兩岸關係應該還是要往好的方面走等等 但是今年他這方面就基本上沒有提了 因為目前的局勢來講 就是說共機是每天派一堆過來台灣巡議 你在這種狀況之下 你再去講說兩岸關係要怎麼樣走 再怎麼樣好好談 已經沒有意義了 就變成是說蔡英文總統 他必須要明確的表示 他的立場是什麼 那作為民進黨黨主席 其實他的立場 也就是我們民進黨的 我們的台灣前途決議文的立場 這是很清楚的 因為他他這邊講說 這個中華民國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然後台灣的前途 要由台灣人民來決定 那我們的台灣前途決議文 基本上就是這樣寫的 基本上就是說 這個中華民國從1949年到台灣來 那1949年之後的歷史 就變成是說原來是一個流亡政府 那但是現在這個流亡政府 已經不想回去了 或者說他不想去 他不想去反攻大陸 也不想被統一 那希望就是說能夠 呃長久維持在台灣 這個中華民國能夠持續下去 那維持現狀就是 就是現在的 我認為這個是全台灣最大的公約數 就是說一個是中華民國 你不管是統派獨派 都你都必須承認有中華民國 那你也必須承認說 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其實呃是互不隸屬的 因為在歷史上面從來也就沒有隸屬過 那你也必須要承認就是說 未來中華民國這個這個的命運 是要由台灣這一塊土地上面的人民來決定 所以我覺得這些呃 這這幾個段落邏輯上來講 我覺得是大部分的台灣台灣人民 會比較接受的 也就是說我我認為 我個人認為這是共識 這個當然就是說民進黨努力了這麼久 把民進黨自己的這個路線 或者是說政治主張 把他變成是大部分人的主張 那當然統派或者說國民黨政兵 昨天就一直在K啦 那就是說你怎麼可以把民進黨的主張 當成是全台灣的主張呢 那我說你國民黨還把你們的黨徽 變成中華民國的國徽咧 那這個這個爭議就沒有意義了 因為每一個政黨 都是要把自己的政綱 當你自己執政的時候 你就是把它努力變成大多數人的多數 當然對於習近平 習近平或是中共那邊的態度來講的話 他們是藉著辛亥革命 來發表他的意見 但是我看習近平 其實習近平他的有點偷天換日 因為他說 孫中山說這個統一 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希望的時候 這句話孫中山是有講過 但是孫中山講的時候 是在民國十三年 他那個時候在南方建立軍政府 他要跟北洋軍閥做對抗 然後他要北閥 所以他們的時候講說 我為什麼要北閥 我要統一全國 但是孫中山一輩子沒有講過說 他要統一台灣啊 因為辛亥革命在成立的時候 中華民國在成立的時候 台灣就已經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孫中山當臨時大總統的時候 他也昭告全世界告友邦書說 凡是滿清政府在革命以前 和所有國家所簽訂的條約 我都承認 那意思就是說馬關條約他也承認 所以對孫中山來講 台灣本來就 在他當總統的時候 在當那個 1911年武昌革命 現在革命的時候 他就已經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他公開主張過台灣自決 民族自決 所以對孫中山來講 就是說你不能把孫中山沒講過的話 塞到他的嘴裡 我覺得這個是有點匍匐責任 那 中共現在的做法 他其實是這樣 就是說 他不只是要把你中華民國滅掉 他還要把你國民黨的這個 主師爺 把他變成是中共的主師爺 就是說 他把這個中國共產黨 視為孫中山革命的 唯一的繼承人 而且是這個 真正能夠發揚孫中山精神的 那你台灣的這些共產國民黨人 對中共來講 他們過去的說法就是說 你們只是蔣介石集團 因為你們是背叛了孫中山的理念 所以你們被我們打敗 你們沒有辦法 這個繼承孫中山的理想 所以你們逃到台灣去 那我要繼續繼續要把你們殲滅 所以我覺得習近平他的邏輯 其實還是一致的 還是一致的 但是習近平昨天講到說 這個他還是比較 用正面的正面的說法說 和平統一 和平統一 這個還是 一國兩制 還是符合這個 中國人民的利益 中國人民跟台灣人民的利益 所以我認為他大概是 在這個目前的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他是定了一個調 但是這個調 未來會怎麼樣改變 那個還有在觀察 但是到目前為止 他大概是說 我用軍機的 或者說我用一些恐嚇的方式 想要以武逼彈 這個說這個做法似乎有點奏效 也就是說 美國為了怕兩邊發生什麼衝突 或者是說這個誤算誤判等等 他現在確實 拜登政府已經 要和這個中國政府做接觸 所以他的暫時的目的已經達到 但是這個目的達到之後 他能夠產生多少的效果 或是說維持多久 這個要觀察了 好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蔡英文總統國慶日日的公開談話 維持現狀互不隸屬 當然引發了統獨雙方的反彈 但是同一時間紐約時報 他的康們認為 美中可能因台灣而進入危險地帶 我們再看一次 蔡英文總統的公開談話當中 一共提及47次台灣 您姐我剛剛撥給觀眾朋友看 蔡英文總統講了這一個 五次72年 然後六次中華民國47次台灣 那台灣的議題確實變成國際議題 照紐約時報最新的評論 他們追蹤 美中的戰火導火線就在台灣 對 其實我們觀察 習近平10月9號對台談話之後 你看隔天馬上共機就又來 那這樣子一五五在逼統的一個方式 當然才是他最主要的一個策略 那當然我們看習近平的談話 其實我覺得表面上談和平統一 但是你看後面的一個彈數 其實才是對台的一個政治框架 包含和平統一後面直接帶一國兩制 然後堅持這個一個中國跟九二共識 那其實這樣的一個政治的一個條件來講 對台灣當然是沒有辦法接受 換句話說 其實他面對的只有兩種情況 一個就是和平被併吞 其實我們不能講和統 我們認為其實他是用和平的手段 來併吞台灣 因為加了這些政治條件 那第二種可能 當然就是以武力入侵 那變成是武統 他們稱武統 我們認為不能用武統 我們認為應該就是一個武力入侵 跟併吞台灣的一個模式 那所以這樣的一個和戰兩手 其實當然軍事的動作 跟成為他的一個工具 那最終無非的目標 當然是希望用和平的方式 來直接併吞台灣 讓台灣沒有任何的政治空間 所以如何去談 那軍事的手段我們講到說 共機頻頻來台 你看先前這個十月初 五天下合計一百五十架 休息幾天馬上十月十號又來 那雖然規模不大 但是我這就我講平時常態性的 其實他一樣是在對台灣 整個台海西南的空域 進行這個戰場的經營 那這樣的一個頻頻來台的騷擾的動作 當然對台會形成一個心理上面的壓力 不過這個美國有一個外交雜誌 外交雜誌中間也談到 其實跟我們先前談的觀點 我覺得非常類似就是說 其實會對台形成兩種 我覺得都不是很適合的 不是很正面影響的心理戰的一個模式 一個就是造成一定程度的壓力 然後等於說是在幫 包含像台灣親中人士 或在一黨某些人做球 那對於台灣的職人黨施加壓力 那變成說同時在這一個鼓吹 所謂的失敗主義或投降主義 等於說要放棄台灣的自我防衛 然後透過這個和平談判方式 去跟這個北京來互動 那這樣就是講到我前面講的 其實這就是被和平併吞了 那第二個就是說 似乎有另外一個取向 是完全走向一個無感 變成說似乎對這個共機 也這個頻頻的騷擾也失去警覺性 我覺得這一點其實也是必須要小心 那這樣的一個氛圍之下 我們看到美國的紐約時報 這幾天有一篇專文 談到說美中因為台灣 的確已經進入到所謂的危險區域 那甚至有包含像這個 前白宮的這個亞太駐親羅素 甚至直接用說 就像是目前美中兩國的關係 就像兩條電線已經沒有了絕緣體 只要一碰觸就會產生火花 也就是說一接觸到 非常有可能會引爆戰火 那這樣的危機是不是存在 的確我想華府是有部分人事擔憂 那同時還有像這個前白宮的亞洲主任 這個邁愛文談到說目前來講 華府還相信有能力可以對北京 如果要武力犯台的情況之下 能夠有對他能夠嚇阻的能力 不過他又引述一些 包含像過去美國 不管蘭德智庫或其他一些 做了這個冰淇淑 都談到說美軍似乎 在對抗中國的一個入侵台海的 這個行動過程中 好像都沒有辦法完全的取勝 那同時又引述了史丹佛大學 這一位學者梅惠林講到說 中國內部現在的溫和派 似乎也慢慢的 好像是要放棄所謂和平統一 那這樣的一個軍事武力攻台 可能已經變成習近平的選項 不過我觀察整篇的 這樣的一個論述下來 我們認為 其實我覺得我們在看待 這個台海情勢 美方的分析 我覺得還是必須要 以比較這一個客觀的方式去看 就也同樣的要去思考 這些人他在談這些問題的時候 是不是站在台灣安全 真正的替台灣 希望台灣不要爆發戰爭的角度來思考 不要變成說 有些人其實我認為華府親中派 也還是非常多 那否則過去 川普政府以前也不會 被中共對美滲透這麼久的時間 突然有一天才驚覺 說解放軍或者中共的一個手法 其實基本上都是透過這些 所謂的灰色行動在入侵 那這樣的一個美方的分析 我覺得也不是外來的和尚 就特別會念經 我們還是要把它分清楚 如果他對於台灣譬如說 反而站在北京的那一個角度 在這一個幫北京幫槍 在嚇唬台灣或者威嚇台灣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台灣自己也要有警覺性 所以美方的這些官員 我們認為過去他在對中國的研究 他對於這個中國特別是他擅長的 心理戰跟宣傳戰 經常其實是沒有辦法分辨 有些動作虛虛實實 他們只看到表面的東西 那只看到這個解放軍 他這個硬的一面 但是內部的缺點很多 並沒有真的發現 所以有些專門 我們覺得還是必須要這個清楚看待 也不要自己嚇自己 那當然提高警局還是要 那除此之外 其實先前曝光的華爾街日報說 美軍有這一個特戰部隊 來台協訓的這個訊息 隨後又這個英國的經濟學人 也曝光一份這個文件說 美國的五角大廈 在今年六月底以前 有一個數據統計非常的具體 他說到這個今年六月底以前 總共美軍有23名的陸戰隊 然後有兩名的海軍官員 五名的空軍官員 其實都是常駐在台灣 那每年平均應該約莫有 三千五到四千名的這個美軍訪台 那其實三千五到四千名 其實這數字已經大幅超過 胡錫進先前開的240人的這個底線 我看他的底線恐怕又要重劃 那這樣的一個數據 其實我們觀察 23名陸戰隊 比較可能這中間還包含 先前其實已經傳出就是 AIT 新館 可能內部這個住房的陸戰隊的官員 那當然中間可能也有部分是 協訓官員還有包含像 這個住在AIT的這些 包含像這個政治官 或者這個協調聯絡官 那包含像先前我們就看到 國軍的舉光日 都有一名這個美軍的上校出來 在公開的在這一個相關的發表說法 這些其實本來都是公開的秘密 所以重點就是 的確是我們先前其實已經也頂到了 就是說美軍駐台 其實本來就是已經是長年在進行 那它是一個公開的秘密 但是在這個時間點曝光 背後的政治含義 其實就必須要深思 那當然這一個包含像路透社 他們也觀察說 這個時間為何要曝光 當然背後還是在用於警告北京 那同時也是在表達說 在力挺台灣的一個動作 同時當然也有這個放風向球 進行測試的一個可能性 因為也會看北京的一個反應 可能未來美方對台的一個 軍事上面的協助也會有所調整 那當然我剛剛談到說解放軍的確 它有很多實際上的缺點 其實外界並沒有關注 其實我們在台灣研究解放軍 可能會比美國還要更了解 中國解放軍內部的軍中文化 所以連韓國的媒體也在講說 其實解放軍有五項致命弱點 那中間其實都環繞在 基本上就是習近平以這種專制 高壓的方式在統治的情況之下 這種專制政權下面的一個軍令系統 基本上會讓這些所謂的指揮官 不管是哪一個層級的指揮官 在面對譬如說突如其來的一個狀況 的時候很難應變 那甚至連部署部隊或者是說軍令上面 都可能會揣摩上各種的一個 政治文化的影響之下 都會限制它在戰場上面的一個 反應跟表現 所以其實解放軍內部 我們其實也陸續談到人的問題 其實非常大 不能只看它表面的這些軍事 武器裝備的一個可能有新的進展 或者數量有多寡 那就來決定說是不是在台海 如果它一旦要入侵台灣的時候 它就一定能夠取勝 不過整體上來講 我們可以看到這麼多的一個 美中情勢各個層面的分析 正反這個兩極化的觀察都有 那對台灣到底我認為 我們的老百姓其實不用去管 解放軍今天到底是強或弱或虛或實 其實做好自己的一個 該做的一個戰備工作 然後這個提高警覺 那當然也不用過於提心吊膽 也一個正常的心態 才能真正來應應未來 它可能發生的一個新的變化 好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全球的能源危機 這個壓力還在延燒 上個禮拜五國際油價直接突破80塊整數 關卡之後這個週末傳出來 李克強拍板定案 電價直接漲兩成 那確實 月中整個今年第四季很大的核心變數 來自於通膨跟這一個能源的壓力 不過對台灣來講 以今年的整體經濟跟出口的成績來講 相對上能然確實表現亮眼 沒錯我們看到最新公佈的9月份出口 台灣的出口金額已經逼近400億美金 已經來到396.5億 大家聽這個樣子的數字可能無感 我給大家對比一個數字 去年8月份的時候是我們的出口 單月第一次突破300億 現在是要突破400億 去年8月我剛說突破300億是歷史新高 但是現在居然已經要快400億了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誇張 因為你以這個年增率來說 高達將近三成 而且連續15個月正成長 這是非常非常驚人的數字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說 從去年到之前 因為這個市場的問題 因為大家都因為疫情關係被耽誤到 所以我們台灣相對出口是暢旺的 因為我們的疫情相對是比較和緩的 可是當大家都已經漸漸回復正常的時候 你卻看到台灣的出口的動能 卻沒有因此和緩下來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厲害的 所以反應在今年的前三季 我們的出口年增率也已經超過三成之多 更重要的是我們的出超金額 已經來到476.8億美金 我們說的通通都是美金 比去年的同期增加了將近70億美金之多 講白話一點就叫做台灣發大財 所以呢這些出口這麼暢旺的原因 經濟部也告訴我們說 第一個因為旺季的關係 再來就是產品漲價 就剛剛林冠說的 通膨確實也有大影響 可是同時間我們的進口也增加了 我們9月份進口成年增率更高達4成 那為什麼進口增加 其實是因為出口增加 我們需要更多的原物量 大家也知道我們台灣原物量 基本上都要靠進口嘛 所以出口暢旺 當然進口也跟著增加 更重要的還有資本設備 我們如果對比實際上受惠的這些廠商 我們看他們公佈的9月份 乃至於第三季的營收 你就知道真的大家都是搶搶棍 我們先看到大家最關心的台積電 大家之前有一段時間 很多的外資都在唱衰台積電 可是台積電成績單交出來了 嚇死人 不管是9月不管是第三季 甚至今年前三季 告訴你營收都創歷史新高 而且年增率都超過一成 將近兩成 甚至你看到9月也好 或第三季的季增或月增 也都超過一成以上 哇你就知道這個台積電 真的是強強過的 再來看到我們的古王 系列KY也是一樣 古王真的不是很假的 同樣的 9月第三季跟今年前三季 營收通通創歷史新高 而且更誇張的是 居然成長率是五成起跳 難怪能夠站穩古王這麼久了 再看到世界先進 也是沒有漢班 9月跟第三季營收都超過四成 今年前三季也將近三成 尤其第三季的營收 年增也又在創單季的新高 尤其是世界先進的雙率 就是毛利率跟營業利率 都有機會創14年來的新高 哇表示行李真的很好 再看到利基電 我們這一波這個晶圓代工廠 真的都是發大財 利基電的第三季的最前盈餘 哇居然大增的35% 而且同樣的 9月第三季跟前三季的營收 也都同步的在創歷史新高 所以利基電 利拼有機會在年底正式掛牌 因為它現在還在新貴 好再看到低潤的部分 華邦店 雖然這一波我們看到很多市場 也開始在唱衰低潤 可是你看到華邦店照樣告訴你 我9月創單月新高 我第三季也創單季的新高 甚至今年前三季我年增率八成以上 你還在跟我說低潤看壞嗎 好再看到一樣 這個這個晶圓代工好的 封裝當然也跟著好 所以我們看到日月光也是一樣 9月創新高第三季也在創單季新高 那年增率甚至也都超過兩成 所以大家有沒有看到 我從剛唸了一大串到目前為止 都是這些大廠 每一個都在告訴你 我創新高創新高 而且都創的是歷史新高 那再來看到台達店 這個就比較不是那麼高科技的 做店員做工業自動化的台達店 照樣告訴你 我也單月單季跟今年前三季 通通都創歷史新高 再來看到華碩 這個市場也在告訴你說 現在筆電的需求好像在和緩 可是你看到華碩告訴你 我照樣單月新高單季新高 今年前三季也是都創歷史新高 不就告訴你市場說是一回事 可是我這些指標廠商照樣搶搶棍 再看到傳產的台碩更厲害 告訴你今年前三季的獲利創歷史新高 那當然也跟這一波油價不斷的上漲 所以受換產品的價格 因此大發歷史 所以這都這麼多的廠商都在呼應告訴你 我們的出口年增率這麼好 確實就告訴你是一個全面性的 而不是只有特定的廠商在好而已 好再看到日本方面的新聞 我們知道日本的新首相上任之後 岸田文雄他推了一個叫經濟保安核心 這樣子的一個政策 大家在想說很好奇 你的經濟保安核心到底在講什麼東西 他其實告訴你 這個所謂的經濟保安 主要就是在告訴你說 我們接下來我們要防止一些重要的 關鍵的這些科技產品 不能被其他國家運用在軍事上面 當然他沒有明說 其實大家都知道他指的是中國 所以這個部分他要去加強半導體方面的供應鏈的保安問題 那更重要的是不是他自己要做 他要聯合很多的友邦 所以從之前的美國歐洲澳洲這些我們都已經知道之外 他現在也要加強跟印度的合作 告訴你半導體的供應是整個日本的經濟非常重要的核心 而且不是只有經濟面而已 更重要的還有在軍事乃至於政治方面 好那另外一方面 日經亞洲又再進一步的說 這個台積電跟Sony 在日本的設廠幾乎就是要確定了 雖然台積電方面始終沒有鬆口 但是更進一步的這個資訊出來 告訴你說 兩家公司一共要投資8000億日幣 大概就是台幣2000億 其中不是台積電獨資了 說Sony有可能拿到一部分的股份 那兩兩家公司合作要開的這個廠 就是講了很多次就告訴你就是在雄本 那主要要生產的就是影像的感測器跟汽車晶片 好那到底是不是這樣子 我看應該是八九不離十了 再看到三星我們剛說台積電的營收很棒 台灣的這些晶圓代工廠都很棒 三星其實也不錯 我們看到三星的第三季的營收年增率 來到了9% 那營業利益也高達了合台幣 大概3700億左右 那他進一步又說 我們預估三奈米的這個製程 明年上半年會正式的量產 那兩奈米的部分是2025年 屆時要超過台積電 不過媒體也說 你這麼說就不見得你真的做得到 到時候就等著看 好再看到大摩 Morganston你認為這個整個晶圓 矽晶圓的需求在2024年以前都不會緩解 因為我們剛前面講 那麼多的半導體廠 大家的營收都還在快速成長 雖然這段時間矽晶圓炒 像我們之前講過環球晶 都不斷的資本設備投入 可是大摩說 你現在這些資本設備投入 真的要反映在市場上 也要到2024年之後 所以就他的數字來說 告訴你在2023年以前 大摩認為市場的需求 大概要成長7%到10% 可是供給只能增加3% 所以還是供不應求 好那我們再看到 馬斯克在最近 他舉公司開了股東會當中 他就開始抱怨說 因為晶片缺貨 再加上船都訂不到 所以讓他們的這個實際上的船的 這個實際的汽車的產量呢 沒有辦法如他們預期 一直都維持五成以上的年增率 所以他希望這個問題能夠趕快解決 要不然這兩件事情 就缺晶片跟缺船位 對他來說是個最大的威脅 雖然他的第三季的出貨 來到24.13萬輛 又再創了新高 但是很明顯的馬斯克 他還是不滿意 好那再看到我們剛剛也提到 DRAIN在市場上確實 這些相關的這個試調機構呢 告訴你說 DRAIN已經連續兩個月在降價了 其中這個8G的DDR4呢 價格已經跌了10% 那4G的部分也差不多跌了10% 那最主要就是告訴你 不管是來自於辦公室的需求 數據中心的採購 乃至於個人電腦的採購 其實通通都在減少 所以這是我們要去注意到 那最後我們看到了這個航運的 運費部分 哇現在運費真的在大跌了 尤其是從中國到美國的航線 中國到洛杉磯 現在的船價幾乎是崩盤 因為原本一趟是1.75萬 現在只剩8500 換句話說暴跌了51% 那到東岸的部分也只剩1萬4 那大概是跌了28% 那從其他的亞洲國家到美國的部分 也平均大概都跌了16% 那為什麼會跌這麼多 最主要跟中國的缺電有關 因為缺電導致於廠商的生產減少 生產減少需要的船艙 當然跟著減少 所以是這一波船架的大幅下跌的主要原因 好那我們再看到 政府明年又要再調基本工資 那這時候月薪的部分 從2400上調到25250塊 時薪的部分從160 調到168 平均的漲幅大概就是5.21% 那這是連續六年來都調升 那不過呢也有人說 哎呀現在通膨這麼嚴重了 那你調升這個不就要再一次帶動通膨呢 那再來還有就是 調升了這個基本工資之後呢 你的勞保健保其實也要增加 不過當然實際上有薪水有增加 倒是不會care這件事情 那不只基本工資上調 軍工教的薪水也有可能上調 雖然是還沒有定案 但是目前喊出來基本上有機會 會逼近4%的調薪 那如果確定的話 那就會是25年來 軍工教的最大漲幅 尤其是2000年以來 其實軍工教只調了4次 上一次是2018年 過去幾次都是固定調3% 那是不是這樣子呢 我們就等政府正式公佈吧 好我們稍後回來 哈囉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喔